就是昨天這場這個立法院的大混帳嘛 你看到在民進黨這個黨團的暴力杯葛之下 這個議程呢 從早拖到晚上 甚至是挑燈夜戰 直到凌晨12點 立法院長韓國瑜他宣布散會 那韓國瑜呢 走出立法院的時候 他的聲音已經燒瞎了 那同時他在走出去的時候 他還被立法院外頭抗議的學生們辱馬 院長對於今天議事發生很多衝突 有沒有什麼心裡的話想說 你看起來好像很累也很無奈 院長怎麼看今天很多立委都掛材了 柯總召說民主疑似 院長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不好意思 院長等一下會去探視受傷的委員們嗎 院長會覺得很遺憾嗎 對於今天的結果 有點委屈 有點委屈 啊啊啊啊啊 拜託拜託 小心手 拜託拜託 先摔 請坐 請坐 進外面 好 刚才画面当中你看到 这韩国瑜呢 他是这个最后呢 在这个凌晨时分走出立法院的时候 看起来整个人很疲累 好 那看到记者这个跌倒 还说小心小心小心 然后就跟我们媒体说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然后他就离开了 不过其实呢 昨天这个除了这个立委们在打架之外 韩国瑜呢 在这个整场主持议事当中呢 还有一个插曲 我们有画面 有真相 同步也提供给您 就是韩国瑜要进入这个议场主持会议的时候 在入口处的地方 他跟民党立委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画面当中你看到 所有民党立委呢 一直疯狂拉着他 好 韩国瑜的西装呢 是一度被拉扯到变形 好 那另外呢 还有包括了这个 国民党呢跟民党双方的蓝绿立委呢 是霸占嘛 那当然也希望这个 国民党是希望能够议事赶快这个进行 然后通过 那民党方面呢就希望能够杯葛 所以呢这个相方设法 因为当然也动了这个出手出脚的方式 来这个阻挡的意识的这个进行呢 昨天还有个插曲提供给您 就是跟韩国瑜有关系 他在下午的时候呢 是第三度召开了协商 那民党立委呢 竟然是把一场休息的门锁上去 等于是立法院的政府院长立委都没有办法出入 好国民党立委的立法院的这个党团总召 这个傅昆奇他不满 他说可以这样禁锢院长吗 还说我们的院长呢 如果再这么放软的话 我们的国会会永无宁日 在立法院说长也不长 看了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民进党男性的立委 去攻击再党女性的立委 还大言不惨 还指路为马 然后我们七十多岁的秘书长 还被民进党的立委来攻击 如果立法院变成民进党 肆意妄为的一个乐园 院长很抱歉 你有责任了 为什么可以这样 你看一下 要讲警察权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太后来了 不得了 陈俊亚的立法院 陈俊亚的立法院 掉了这么多的警察 游戏宫掉了这么多的警察 我觉得说他们的太后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这种礼遇规模 那本院自己的院长 到现在为止还在吞人 为什么连院长连一个国会议长 该拥有的人身安全 都要放弃呢 刚刚竟然民进党 以流氓的行进 把院长禁锢在院长室里面 还不得开门 柯建民还当众威胁你 你出去只能宣布协商 还要确定 还要约定好 才能让你出来 那你不是要解释说什么警察 我们实在 我们实在无法想象 我们实在无法想象 院长可以在立法院被禁锢 本席刚刚打电话 是请他们去通知警察 院长被禁锢了 在国会里面被禁锢 可以这样子吗 这是报警 院长可以被禁锢吗 那所有的立委以后怎么办呢 谁来保护立委呢 外面都是民进党的立委 围在那里 我要进去不让我进去 要出来不能出来 我也是被害人之一 我觉得院长 如果再这么放软的话 就国会永无宁日啊 好 刚才看到这个傅昆奇 他的谈话 他真的是连续三次 他是三问韩国瑜说 可以这样吗 好 发生什么事 就是民进党呢 把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 禁锢在办公室里头 不让他出来 为的就是要阻挡意识的进行 那刚刚从这个傅昆奇的谈话当中 你也会发现傅昆奇呢 他是觉得韩国瑜在吞人 他在忍让 好 那我们持续来请教这个 立正杰 立将军 你怎么看 因为刚刚这个傅昆奇呢 他是说韩国瑜在吞人嘛 他觉得韩国瑜应该 就是更强硬的手段 或是要更强硬的表态 昨天的现场 连他自己都被禁锢了 真的是太夸张了 我特别要讲 当国会里面 这个我们这个不可会言的 蓝绿双方都各有立场 这个真实是必然的 然后蓝绿双方来讲的话 一边是强 一边是横 我特别要引用一句话 你强任你强 清风扶山康 你横任你横 明月照大江 所以这就是 我觉得这两句话 刚好形容韩国瑜昨天的表现 对不对 他能够保持一个立法院院长的高度 来主持这个会议 那我觉得这是 当昨天最辛苦的 整个会场里面 虽然说我们看到 政治双方有些人是出了蛮力 有些人是护卫了他 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最辛苦的 反而是韩国瑜 他虽然说没有加入战场 因为他是立法院院长 他本来就要主持议事的公正性 那如果说大家试想想 这个各有立场 傅国瑜局有他的立场 他去要求说是要 要求要韩国瑜动用警察权 来保护这个院长的安全 这是他一个在野党 党边应该要发表的言论 这我个人来讲的话 也深表认同 但是韩国瑜 可不可以听傅昆喜的话 我觉得不可以 韩国瑜的高度 他是站在立法院院长 他要保持中立行政的 这种态度 才能够让整个议事 能够顺利进行 大家要晓得 如果说真的如韩国瑜 如果真的如傅昆喜所讲的 把警察叫进立法院之后 会有什么情形呢 那就是完全失去了模糊的焦点 昨天大家就 今天的民营长 他绝对会大肆的抨击 这个韩国瑜动用警察权 怎么样怎么样 就算你这个法条通过以后 他可以说是 对民众来讲的话 你是动用警察权强行的表决通过 那反而得不到公信力 我昨天 我觉得昨天 这个各有各的立场 那傅昆喜讲这种话 我也不反对 我也觉得说 以他国民党党兵的身份 他当然要发这种言 但是韩国瑜绝对不会听他言 我觉得再再反而显示出来 韩国瑜有他当任立法院院长 执政的高度 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 同时我觉得他心里头 虽然说心里头自然 坚入磐石 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 要讲什么话 而不会听任任何人 包括国民党 或者是在野党 或者是执政党的这些委员 对他有造成任何心里头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昨天从头到尾 他都保持一个公认立场 另外我们看到 昨天韩国瑜进会场的时候 他虽然说是衣服 西装都被扯掉了 都蓝山步履 我觉得民党 这也是做一个表态的动作 那事实上他还是进去了 对不对 不用动作警察权 他还是进去 因为民党知道 这代表什么 民党对他也是尊重的 对不对 只是做出样子 在记者面前 他就要演给他们的选民看 比如说我有在做 要表演给谁看 表演给赖兴德看 比如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有挡住想要办法 让韩国瑜不要进入议场 我们又挡住了 把西装都扯下来 但是事实上 这还是要让韩国瑜进去 那个门虽然锁住了 可是门最后还是打开了 事实上证明一件事情 我觉得以韩国瑜这种公正 这个审查这个议事的 这种态度来讲的话 民党都不得不佩服他 不得不尊重他 虽然说演演戏做做样子 最后还是让他顺利进入议场 来主持这场会议 我觉得这点 真的表现出来 就是我们立法院一个 这个韩国瑜在立法院 一个单做一个民意代表 民意机关最高一个中立的立场 的行政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昨天最辛苦的是韩国瑜 我们在这边也代表 所有广大包括蓝绿双方的这种民众 像韩国瑜说一声 昨天你辛苦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